历代之下 第一章 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兼顾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使他甚为尊大 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审判官 首领与组长都来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畸变的秋坛去 因那里有神的会幕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只是神的约会 大魏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会居搭了帐幕 并且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所造的铜坛 也在击变耶和华的会幕前 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 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 献一千牺牲为繁祭 当夜 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你曾向我赴大魏大师慈爱 使我揭许他做王 耶和华神啊 现在求你成就向我赴大魏所应许的话 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 他们如同地上沉沙那样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 我好在这民前出入 不然 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 你既有这心意 并不求资才 丰富 尊柔 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 又不求大寿数 只求智慧聪明 好判断我的民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 也必赐你资才 丰富 尊柔 在你以前的猎王都没有这样 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于是 所罗门从几遍秋潭会幕前 回到耶路撒冷 治理以色列人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 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 安置在囤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是金银多如石头 香伯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 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 每辆驾营六百摄克勒 马每匹一百五十摄克勒 赫人猪王和亚兰猪王所买的车马 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历代之下第二章 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民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 所罗门就挑选七万扛台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三千六百都宫的 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 你曾运香伯木 与我赴大卫建宫居住 求你也这样待我 我要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分别为圣献给他 在他面前焚烧美香 常摆陈设饼 每早晚安息日月朔 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旗献凡计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 因为我们的神志大 超乎诸神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 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 我是谁 能为他建造殿宇吗 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 现在求你拆一个巧匠来 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 珠红色蓝色线 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 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 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薄木 松木 檀香木 到我这里来 因我知道你的仆人 善于砍发利巴嫩的树木 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 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 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 你的仆人砍发树木 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戈尔 大麦二万戈尔 酒二万巴特 油二万巴特 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 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使他又谋略聪明 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公事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又聪明的人群 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 是弹枝派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 他善用金 银 铜 铁 石 木 和紫色 蓝色 珠红色鞋 与细麻制造各物 并金鱼雕刻 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 请你派定这人 与你的巧匠和你父 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 我主所说的小麦 大麦 酒 油 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 从利巴嫩砍发树木 扎成法子 浮海运到约帕 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 属典住在以色列地 所有寄居的外邦人 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名 十七万人扛台材料 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 三千六百人独立工作 历代之下 第三章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 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 乃是这样 长六十轴 宽二十轴 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殿前的廊子 长二十轴 与殿的宽窄一样 高一百二十轴 里面贴上金金 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 又贴了金金 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垫墙 使垫华美 所用的金子都是八瓦音的金子 又用金子贴垫和垫的洞梁 门槛 墙壁 门扇 墙上雕刻基路柏 又建造制圣所 长二十轴 与殿的宽窄一样 宽也是二十轴 贴上金金 共用金子六百塔连德 金丁重五十摄克勒 楼房都贴上金子 在制圣所按造像的法子 造两个基路柏 用金子包裹 两个基路柏的翅膀 共长二十轴 这基路柏的一个翅膀 长五轴 挨着垫这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轴 与那基路柏的翅膀相接 那基路柏的一个翅膀 长五轴 挨着垫那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轴 与这基路柏的翅膀相接 两个基路柏张开翅膀 共长二十轴 面向外垫而立 又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织柏子 在其上绣出基路柏来 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 高三十五轴 每柱顶高五轴 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 做链子 安在柱顶上 又做一百石榴 安在链子上 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 一根在右边 一根在左边 右边的起名叫雅金 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历代之下第四章 他又制造一座铜坛 长二十轴 宽二十轴 高十轴 又住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 高五轴 近十轴 为三十轴 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轴十瓜 共有两行 是驻海的时候驻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 陀海 三只向北 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 三只向东 海在牛上 牛尾向内 海后一掌 边如碑边 又如百合花 可容三千八特 又制造十个盆 五个放在右边 五个放在左边 县凡济所用之物 都洗在其内 但海 是为祭司沐浴的 他又照所定的样式 造十个金灯台 放在殿里 五个在右边 五个在左边 又造十张桌子 放在殿里 五张在右边 五张在左边 又造一百个金碗 又建立 祭司院和大院 并院门 用铜包裹门扇 江海 安在殿门的右边 就是南边 护兰又造了盆 缠碗 这样 他为所罗门王 做完了神殿的工 所造的就是 两根柱子 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 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 和四百石榴 安在两个网子上 每往两行 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 盆座和旗上的盆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盆 铲子 肉茬子 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 都是桥匠护兰 用光亮的铜 为所罗门王造成的 是在约旦平原 书哥和撒利旦中间 借胶泥铸成的 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 铜的轻重无法可查 所罗门 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柄的桌子 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 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 灯台上的花和灯盏 并腊茧都是金的 且是纯金的 又用金金制造镊子 盘子 条羹 火顶 至于垫门和制圣所的门扇 并垫的门扇 都是金子装饰的 希伯来书第六章 所以 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绝无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 何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脊梨 必被废弃 禁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随时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 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名 所显得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 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 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 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祂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证 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着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键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漫内 诗篇 第四十六篇 可拉后裔的诗歌 交予灵长 调用女音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遥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 虽喷轰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 神发生 地便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实地怎样荒凉 他只袭刀兵 直到地级 他折弓 断枪 把战车 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要知道 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 被尊宠 在遍地上 也被尊重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必须 是我们的避难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